大约三四天前 在我的观众里 有人给我留言 希望我能出时间谈一谈录音 我一直犹豫到今天 我们大家都知道 自媒体出现以前 主流的媒体 在刊登一个新闻之前 通常会需要第二渠道 来证实他们所得到的这些信息 以避免媒体自身陷入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 媒体最重要的是公信力 堪真不实之词 极有可能摧毁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自媒体出现之后 有很多自媒体的宠 他们以为 自己可以把握话语 网络上 我们看到了很多相互的谩骂攻击 我其实是不想介入这场乱战 这两天连续看了一些直播 看了一些访谈 有的挺好笑 有的挺好玩 我记得大概一个月前 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 他说要组织一个小组 或者说组织一个委员会 来制止 推特上发生的这些网络霸凌事件 我当时就提出 在自由 言论自由相对比较宽松的 这么一个美国的社交平台上 发起这么一个活动 它可能涉及到 钳制舆论 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那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 杨建立也做了这么一个好看 他把调门定得很低 也提到了 制止网络上的 语言暴力的问题 其实我们很不紧 就如同 中共不停地在修改 法律一样 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 网络霸凌 或者说网络上的语言攻击 言论攻击 恰恰就来自于路德 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也知道 经过几次访谈以后 三哥再也不露面了 留下来一堆故事 忠心思路是一张大网 那么这张网里涉及了很多人 大家之间互相猜疑 传播的这些留言 路德作为一个主持人 他在有一些访谈中 他能引导被访谈的对象 说出一些话 甚至他自己也会插一些话 我们看到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路德 你自身是一个RG业类的 资深从业人员的身份 指出 撒着老元的网站 价值不超过2000美金 他不相信 一个在他眼里不止2000美金的网站 会获得2000万美金的风投 我们作为一些看客 并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但是我知道一点 今天曹长青跟路德的访谈中 曹长青自己说 他看过两遍圣经 他还说路德是个基督徒 那么这么一年想到 好像就能看出事情的脉络 我相信路德说出这个话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过 他要离开自由中国 去寻找一份估价师的工作 他说出这个话的当口 应该是记住在做官 圣经里面有很多小故事 描述了 嫉妒心是普遍存在的 也是每一个基督徒 必须要克服 要跨越这么一个业障 或者说这么一个障碍 马大是玛利亚的姐姐 他出于嫉妒 他在主耶稣的面前 说他的坏话 米尼安是摩西的姐姐 因为他嫉妒摩西的权柄和地位 他也在诽谤他的弟弟 那么你路德 如果说确实有 IT从业类的经验 或者说你有这方面的才能 你在做访谈之余 完全可以自己去做一个 网络公司啊 或者说网站啊 不至于哭着闹着 要去报个吉他 跟他哪个乐队走天下 你是想做什么呢 躲船票吗 至于曹科长 我真心不想说他 这一类的节目主持人 他们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 嘴里面说的一些大话 在台湾说什么 我们不谈 我们就谈到今天说的 他说内地的维稳经费 超过军费20% 他给出了两个数据 军费1750亿美元 维稳费接近2000亿美元 我大概算了一下 你就是一个简单的除法 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是14% 我们不论这个数据 是不是真实 但是你就是让一个小学生 做算数题 他也不会算出20% 当然了 他视频里面 先打了预防针 他说他视频里面会有口误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你 但是你利用 已经规划成美国公民的这个优势 来解读美国的法律 或者美国的国情 来解读川普身边有四根支柱 这就有点可笑 我们不谈你提出的这四个人 国务卿 国家安全顾问 首席经济顾问 中情局局长 都是新获得的职位 我们只要看一点 美国总统最主要的顾问 不下于20位 就算到美国总统的顺序继承 也至少公开的有17位 国务卿占第四 第一是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 第二是众议院议长 第三是参议院临时议长 排在第17位的 是国土安全部长 那你说的那两个顾问 一个中情局局长 能上得了台面吗 川普现在对中共进行的制裁 跟他所谓的几根支柱 根本就没有关系 再说你提的这四个人 也不可能是支持美国总统的 这么几根支柱 原因很简单 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他是有监督的 有监管的 他有他自己的权力 顺序的这么一个体系 不要刻意的找出几个人来 以他们的观点来迷惑大众 你编出来的这些故事 这些名词都挺可笑的 我刚才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 还在谈这个事 现在我们在网络上 看到很多这种笑话 我现在都不想喊你超客党 为什么呢 因为你除了喊口号 你没有任何值得称赞的地方 你其实跟信号联一样 如果你们在内地 在内地的网络上 你们只是一个段子 你们写的段子 都拿不上桌面 为什么你们在海外 能够这样高深的反共 能够活着呢 很简单 因为大家迷信你们 觉得你们是名牌 你们是历史悠久的 老自豪 你说你反共 你到了美国将近三十年 你还挂练着国内的同胞 那么你能不能说一点真话 少说一点废话 不要说这些套话 在传递信息的时候 尽可能准确一些 不要编造这些低级的段子 川普对中共的制裁 他是代表着美国制造业要回流 要提升自己 美国呢 针对这个世界 他是有自己的优越感 他的优越感 来自于他的体制 同时也来自于 他的自己的实力 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 军事文化我们就不谈 他有流转 世界经济格局的这么一个能力 在目前的国际社会的这个游戏里 在整个国际体系里 美国自身的强大 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也在用着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尽可能的敲开封闭的国门 川普是个商人 他代表的是美国的意志 我们都知道 美国不太追求国土的辽阔 他也不要征服别国的人民 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 他要的是市值 中国利用现有的贸易政策 集中在寡头身上 他们购买的是法国的意大利的 美国的奢侈品 美国真正需要往外面走的是什么呢 是高端的制成品 是农场主手上的粮食 那么你一定要记住 作为美国来说 他要一个辽阔的市场 而不仅仅是几个购买奢侈品的权贵 这是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制裁 试图摧毁目前中共的统治 让这个市场更加开放 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多 更加具有购买力 哪怕在他的初期 仅仅是导致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崩溃 在混乱中 至少他也能为军工企业打开销路 是吗 这才是本质 意识形态 不像经济需求那么重要 他只是一个外交语言 在外交体系中 往往我们看到的 都是最光面堂皇的语言 他掩盖了桌子底下肮脏的交易 探清楚本质 你才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这股势力 为什么要摧毁中共的机权 这就像路德这种人 真的 我真不愿意说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人很多 你不管他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你是一个RTA的高手也好 你是一个总事人也好 你扣任何一个字眼在他头上 我觉得都是不合适的 他对整个IT的了解 仅仅限于 他早年 在他自述中 曾经说过 网络工程的安装 施工 说白了 他就是个小刷工头 跟你移动大楼盖好以后 找来的一个弱电项目 负责人是一样的 人家接插头 他接什么呢 他接网线 就这么简单 他曾经说过一个概念 中共在利用网络 对西方进行渗透 网络是双向的 信息高速公路的来源是美 14个组跟服务器 都在大陆里边 你按照游戏规则来玩 做点小动作 大家可能一笑置之 你要是真有什么大动作 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关掉信息高速公路 关掉接口不就了吗 美国人需要你提醒 就连黑客 顶尖的高手都在美国 我们知道俄罗斯 北欧 有一些相对的高手 中国有吗 你就是建一个网络平台 网络游戏 网络部队 天军 你依靠什么呢 你依靠的是别人的网络 在这个游戏中 你要是不守规则 人家就把门关上 一脚把你踢出去 就不带你来了 对吗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真的不忍心说他们 他们在利用自己 一直半解的东西 在迷过身上 你要什么呢 你要扩散一些消息 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消息 甚至说来了一个黑人 在怀里面掏东西 在裤子口袋里面掏东西 掏什么 掏炸弹吗 掏水箱 就你那么胖 胖里跑两步 也跑不过子弹 对不对 没必要 我专门花时间来说你们 我都觉得浪费 你们就是一对活保 你可以觉得 我今天说的话 可能刺痛的 或者说我说得过分了 我随时欢迎 你们来指出我的问题 因为很简单 你们根本就达不到什么深度 你们只是在冒充 冒充这些专家 你们在游戏人生的同时 也在谋杀大家的时间 你们如果真能做一点事 那倒是挺好 我觉得曹课长可以回家写书 小批量的书版 多少总还是有一点失财 路德的结局我已经看到了 他除了监狱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我们都是成年人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是正常 你不能说你做过一些攻击别人的事情 完了你再去采访所谓江泽民的亲戚 采访杨建立 采访曹唐青 你就是采访马克思 这能对你有什么帮助你告诉我 能抹掉已经发生的历史吗 你获取的同情在网络世界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你现在在美国生活 你要面对的是法官 你除了找律师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 就是你用你的网络平台 去募捐 因为没有人会为你买单 我相信也没有人买得起这个单 真的 省点进 好好想想你的未来 攻击别人的同时 你要考虑一下 有后果吗 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平等的 对谁都一样 只要你是成年人 你就要为你的所作所为去买单 做这些跳梁小丑 对未来面对法官没有任何帮助 我相信不会有一个华裔的法官 来宣判你的案 你及时的忏悔 及时的跟律师去协商 怎么样去应诉 或者认罪 哪怕现在募集一些律师费 罪理都是重中之重 不要再次搞这些笑话 助理运气好